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恒 由于我的工作上有时候会接触到分层作业 所以我有选购了几个防堵面具来尝试使用 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买来用过 选对一个有正常功能防护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你选择了一个没有正常功能防护具呢 那你即将面对就是它不该挡住的东西 当然是挡不住 但是原本应该该挡住的东西 还是一样挡不住啊 那你就还这样 因为这个严重的话 可是会要命的啊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马上来带你看看这个CM的6800防毒面具呢 它的正版和盗版之间的细节差异 究竟有哪些地方咯 好 那我们就先使用包装的分辨方法咯 旁边这个是正版的 然后这个是盗版的 包装的照片 它的颜色跟明亮的对比度 这个明暗是有很大的差异哦 我推测啊 它盗版的这个盒装的照片呢 可能是因为用扫描的方式 所以呢 你看 相对亮的地方 颜色鲜艳的地方 它一定会变得比较暗 哦 有没有 很明显 太明显了啦 而且你再仔细看哦 哦 有没有模糊一点 我再移过来给你看 哦 它这个 像这个头发其实还是蛮清楚的 但是你看 这个稍微 不是的那么清楚哦 有点糊糊的 这是扫描图片呢 常会有的现象 原本亮的一定会比较暗 然后颜色啊 还有清晰度一定会有差异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看主体吧 好 那我们现在都打开了哦 我正本来这个是跟天龙果的防具商人买的啦 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找它购买 OK 这个不是重点 它还有送额塞 那我们就拿出来咯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们用的袋子是差不多的 嗯 那拿出来以后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咯 它们这两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色差哦 这个相对是比较正常的灰色 而这一个呢 是有点接近辐色 先撇除主要原料 它们染色的成分应该是不同的啦 你看 这个很明显的 哦 就是灰色 然后这个 哦 有一点土绿色有没有 其实反正颜色上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正版的这个录料点 其实还蛮漂亮的 你看 这个是蛮粗糙的哦 不是很漂亮 美观 而正版的处理的相当漂亮 再来看到下方 正版的下方 这个录料点也是相当的漂亮 处理的不错 那我们来看盗版的 就不是很漂亮 而且还有毛边 你看看正版的 这边就没有毛边 那我们接着看到盗版的 它这个粘轮和产品变化的模仁和模的公差上 是做得不太好 在出来的产品 会有这个还蛮明显的线条痕迹 就所谓的分模线 然后再来看到正版的 正版的你看 它公差就是控制做得比较好 所以这个痕迹其实 虽然说也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明显处理也就是比较漂亮 那我们接着就看看背面 你看翻到背面更明显了 可以很明显看到正版的这个灰色 灰色色者 然后盗版的则是比较偏向这个土绿色的色者 那接着再来看这边 它的下方有一道拖痕 正版的没有 正版的这个盾这边处理还不错 所以没有伤到 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组装品质吧 有一个很明显的点 你看它这个组合螺丝 盗版的都已经生锈了 买来就生锈了 无一例外 螺丝跟螺帽都生锈 然后看看里面 里面也是长得很像啦 不过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正版的 正版的螺丝用料就比较好 你看螺丝跟螺帽都没有生锈 螺丝和螺帽都没有生锈 所以要买当然还是买正版的比较好啦 至于说便宜的盗版能不能用呢 这不见得不能用 可是呢品质上可能会有顾虑啦 你看就生锈了嘛这个螺丝 那这集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影片的朋友欢迎帮我影片按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欢迎按下下面的订阅按钮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的话也帮我开启一下小铃铛 这样才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拜拜 想参考开箱使用心得 想参照DIY实际案例 那就赶快订阅并继续关注阿恨频道Hence Media 请不吝点赞 踊鼓 铃铛